這個就是LOWER BASIC COURSE LIGHTING的第五版 這個就是LED 什麼叫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什麼叫Dial呢? Dial即是CURRENT只能向一個方向走的 ELECTRONIC DEVICE 或者我叫CIRCUT COMPOLER 行不行 只能走就能向一邊走 原來這個LED的特色是什麼呢? 這個特色就是當它有CURRENT的時候 當它有CURRENT的時候 原來它就會造成有一個 有一個 會有一個Emission of Photon 這個Emission of Photon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LED的特色 普通Dial是不會有這個Emission of Photon 先寫下Remark 而它為什麼會Emission of Photon呢? 除了我沒有一個Dial的特色 把它蓋上了 原來就是什麼呢? Dial牽涉到兩塊東西 一塊叫做P 一塊叫做N 原來這個P for Positive N for Negative 這兩塊PN豬油膏放在一起的時候 中間的位置都夾層 原來我們有一個名字叫做PN Junction 就是P和N的連結點 這些名字都要知道 全部你都要知道 這個名字 而當Positive和N的合體的時候 就好像 這個 這個 正和褲子放在一起 就會怎樣? Cancel out 抵消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就會 抵消完之後 的Energy會去哪裡? Release Photon 蓋了嗎? 明白嗎? 而它這個Re-Combine的 而這個Re-Combine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寫下Re-Mount